热气球光雕音乐会7月4号晚间在成功商水盛大展开 不仅成功在地相亲可以就近欣赏 参加活动的游客们也可以顺道饱览海岸风光 副县长陈金虎表示 因为日前八仙乐园的城堡意外 县福取消这碗的烟火秀 将费用20万元以及热气球活动期间 细流体验收入的10%捐入新北市的救灾专户 阿美族头目也为八仙城堡事件的伤者及其家属 集气祈福 7月4号晚间的光雕秀共展出六颗球 首次亮相的宋子鸟球造型特别强眼 传说只要夫妻前去压仓就可以带来好运 除了绚丽的光雕秀外 敲皮魔幻好玩的剧团 台东在地的太阳下山与原味酝酿乐团 以及成功在地阿美族的传统舞蹈等表演 为活动带来另一股的高潮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